一罪从无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 就算这个案子是许之一做的 但如果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这一点 我们也只能判它无罪 那么决定了 同意的举手 咱是练习 就在这次会议上 我们检察院一致决定 向最高检提出建议 用最高检向最高法提出许之一案的抗诉 我何等幸运 在那个历史时刻 我 我在场亲眼目睹了她的发生 快一点 好吗 奶奶 大夫 您要救救我奶奶 奶奶你要坚持 一定要坚持 您要坚持 这更坚持 òn 您要坚持 我 发生 这更坚持 这更坚持 那更坚持 奶奶不行了 我应该早点了 还有希望 大夫正在抢救 进去道个别吧 大夫 还有希望 给我几分钟 别放弃 跟我来一下 奶奶 奶奶 你听得见吗 省检察院 决定向最高检提请抗诉 由最高检 直接向最高法 提出抗诉 奶奶 还有希望 你不能放弃 你一定要坚持住 奶奶 你听见了吗 你一定要坚持住 王医生 你看 好 氧气 怎么好了 奶奶的全 奶奶没有放弃 奶奶还在浅浅 氧气 亭 你怎么在这儿呢 co Нав 脅头 这事吧 说出来挺尴尬的 但是我又不能不说 以后 你能别管子萌的事了吗 其实我和子萌接触 更多的是因为 他爸爸的案子 这是我的工作 我希望你别多想 这我知道 但是咱俩也都清楚 子萌他心里 不是还没有完全放下你吗 你总是这么出现在他面前 我跟他以后怎么好好过呀 好 那以后我尽量不和他接触了 葛晴 我还是觉得 不管怎么样 我希望他父亲的案子 能翻过来 我觉得这对环姐 你和子萌的关系有好处 这件事谢谢你 可是 我还是希望 你别再接触子萌了 她就这样 奶奶 奶奶 怎么 怎么 为什么把我拉回来 奶奶 今天开始就好好养病 山素的事情交给我吧 什么 真的吗 我想明白了 谁叫我是她儿子呢 这个责任应该我来负的 我马上去写山素书 明天交给检察院 太好了 你放心吧 你就好好养病吧 太好了 我就知道 你迟早会来找我 你好 我要申诉 怎么 让奶奶自己来吧 奶奶 你就让我来吧 奶奶真没想到 零了零了 还能得我孙子的结 对不起 奶奶 别这么说 奶奶能莫理解 奶奶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问吧 您看您是这样慈祥 印象里 我爷爷是个挺为严的人 可 为什么没有教育好你的父亲 我 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像你们的儿子 你奶奶 你奶奶 当了大半辈子的教师了 可以说是逃离满天下了 但他出了事情 不 等他长大了 我才发现 我根本就不懂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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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岁就会写诗 书法 还在诗里得过奖 上初中的时候 还发表了小说 编称他为生童 你却不知道 我和你爷爷有多高兴 我们就一心一意 想培养他成才 让他有出息 那时候 我和你爷爷商量好 他扮演严妇 我扮演慈母 记得他五岁的时候 我们就给他布置了个组 超出他年龄的任务 完成了 我来讲 完不成 你爷爷就发 拿到个枪状 我们就到处给别人看 为了满足我们的虚荣心 可连他小小的年纪 就知道取悦我们 就知道偷取取交 那个时候 他小 还认为他乖巧 可等到后来 意识到这是个问题 就已经来不及了 是奶奶和你爷爷 害了你父亲 也害了你 奶奶 你们别这么想 怎么 恨奶奶 恨他吗 时间不早了 早上休息吧 好悔呀 对不起 我们的DNA库里没有 不过这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我们这个库是为了项目的研究而建的 采集的都是对我们研究有用的标本 所以比对不上也算正常 你们再去其他地方看看吧 谢谢您 丁老师 谢谢您 再见 稍等 我想起来了 云南有一个基因研究所 还建立了一个DNA数据库 你们可以到那去看看 具体在云南的什么地方 我把地址给你们 谢谢 云南 队长 咱们还真要去云南 嗯 好好开车好不好 喂 局长 尽管我现在仍然坚信 这个案子就是许志毅干的 但以现在的法治理念 以证据薄弱的理由来再审的话 许志毅被判无罪的可能是有的 所以我告诉你这个消息就是要让你继续抓紧调查 不要放弃任何线索 如果有你认为的那个第二个人存在的话 你就是走到天涯海角 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哎 局长 您不是一直都不相信有这个人的存在吗 我当然不相信 但如果最高检抗诉 最高院再审的话 许志毅被判无罪的话 那整个公监法都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这个案子首先是我们公安机关办的 我们有责任把它查清楚 给社会上一个交代 哎 局长 如果真的查出真凶是其他人的话 不会 我相信这世上没有那个人 你继续查吧 不会有别人 不会有别人 是他 肯定是他 老爷子 来 老爷子 最高院指令沈高院 再审许志一案 真的吗 太好了 老爷子 您听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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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见了 听见了 你们这些年轻人哪 我们这些年轻人哪 哪 尽管 你帮助你 您看见了吗 老婆 你又要去干吗 子萌回来了 子萌啊 姥姥可是活不成了 你可不知道那个爱千岛的呀 他咋那么大本事 他把最高人民法院的人都拖上了 他想让他拖上人都行了 他拖人 姥姥对你 谁怕谁呀 姥姥 别再丢人现眼了行吗 你说我丢人现眼 你说姥姥丢人现眼 你是不是等着那个杀人犯出来 他出来给你起个好妈呀 你胡说什么呢 我说错了吗 你知道这回是谁申诉的吗 那还能有谁 是我 是我 这回是我申诉的 所以你待在家里 乖乖地等法院最后的结果吧 子萌啊 子萌 朗朗是不能活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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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朗你听我说 你吗 你要是真的爱他 你难道不想知道 到底是谁干的这件事情吗 如果你真的爱他 你难道不能心疼一下 他唯一的儿子吗 我 我不心疼你 你如果真的心疼我 你就不会对着一个十岁的孩子 十七年来 每天没日没夜地在他耳边 灌输对他父亲的仇恨 老婆 如果你真的想我生活得好 就待在家里等法院的结果 如果你还想去 那就去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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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儿长大了 你爸要是能看到今天 妈 爸一定怕得这一天 我去跟他说一声 爸 今天沈高原再生许之一案 我代表检查方 出庭发表检查意见 你周深的遗憾 女儿替你弥补了 妈 等我回来 你爸 妈 她你要不想 她的老爷子 嗯 我去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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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張 好像等會要審判的是我一樣 不要緊張 這是你第一次上庭 以後像這種場合 你會經常經歷 放鬆心態 做好你自己 爸 我得走了 相信兒子 我一定可以保護好你 我相信你 我在家等你的消息 我認識所以你 halfway Toys 奶奶 看到安德今天在身 我去旁聽 你一定要堅持 堅持動我手的結果 你放心 等着我 我带你去 局长 你还去吗 为什么不去 我葛大姐行的端 走的正 没有什么不敢见人的 走 葛局长来了 葛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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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沈高原再审许之一的案子 作为当年案件的承办人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相信法律的判决 法律判他无罪呢 那只能说他在法律上是无罪的 您的意思是说 在法律上他可能是无罪的 但是实际上他可能是有罪的事吗 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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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广受众的许之一杀人案 于今天在沈高原再次开审 由于涉及当事人的隐私 本案则不予公开审理 但此次案件仍然引起了 社会广大群职的密切关注 请检察员入庭 请辩护人入庭 请审判长 审判员入庭 报告审判长 庭前准备工作就绪 汇报完毕 传原审被告人 许之一到庭 给原审被告人 许之一打开戒句 现在开庭 原审被告人许之一 犯故意杀人一案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 由最高人民法院 指令我愿 开庭再审 他是杀人犯 他是杀人犯 他又是杀人犯 我闺女是他杀的 安静 安静 他是杀人犯 请庞庭人遵守法庭纪律 是他杀了你妈妈 是他杀了你妈妈 你别记得 咱们听法院这么说 原审被告人姓名 许之一 年龄 五十五岁 服务刑地点 陆定市监狱 还说这个老头儿真的是呢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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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这都是你们同学是吧 去吧 去吧 起 老师好 请坐 小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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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别杀人 我是冤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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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犯人刚进来不都这么说啊 你先进去吧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将本案 指定滨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 本院依法组成何一庭 开庭审理了本案 滨江省人民检察院 指派检察官王守一 邹同出庭旅行职务 原审被告人许志毅及其辩护人 到庭参加诉讼 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认为 原判认定原审被告人许志毅 杀死被害人刘母的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 依法应语纠正 简便双方 要求撤销原审判决 宣告许志毅无罪的意见 成立 均予以采纳 本院认为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四十五条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 判决如下 全体起立 一 撤销滨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九六 宾刑中字第六十三号刑事裁定 和滨江省陆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九九六 陆中刑出自 第三十二号刑事判决 二 原审被告人许志毅 无罪 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 各位观众 众人瞩目的许志毅杀人案 经过不公开审理 就在刚才法院做出了终审裁决 许志毅杀人案因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本着一罪从无的精神 被判无罪 许志毅被当庭释放 许志毅马上就要出来了 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许志毅 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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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十七年您的案子 终于被判无罪 您怎么看 我感谢政府 能重新判我无罪 我自由了 我自由了 那许先生 接下来您有什么打算吗 会寻求国家赔偿吗 许志毅 许志毅 你还我女儿 老公 你还我女儿 你还我女儿 政府已经看我无罪 证明我没有杀莎莎 你冷静一点 许志毅 许志毅 我带你去个地方了 再晚来不及了 快走 快许志毅 对不起 让一下 对不起 让一下 我没杀人 快 许志毅 许志毅 谢谢 让一下 可许志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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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庭办许志毅无罪 您有什么评价吗 各位 各位 我是本案被告许志毅的辩护律师 我们为本案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我们也高兴地看到 通过我们的努力 许志毅先生终于被无罪释放了 是法律还他以清白 好的 谢谢各位 谢谢 您再说两句吧 您再说两句吧 是啊 i feel like going to you twice trappedI am a reason 请大家 公主席 妈 妈 妈 我是知义 我自由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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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我是知义 我自由了 我是知义 妈 回来了 是 妈 妈 妈 让开 儿子对不起啊 真的对不起你 是今年没在 您身边侍奉你妈 让妈和看看你 妈 你老了 你要白头发了 让我看看你 孩子不需要我 妈 妈 你怎么平成这个样子 也不告诉我一个事 没事 我没事 儿子对不起你 妈 您看 在你最学儿子的时候 只能在梦里 见到我了是吗 妈 妈 妈 钥匙 您 您说什么吗 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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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吗 是 你 唔 搂 我 要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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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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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啊 爸 是您吗 我是葛晴 子萌的媳妇 您刚才说 爸 我是葛晴 您的儿媳妇 今天我在法庭上见过您了 爸 您受苦了 欢迎回家 你是我的儿媳妇 对啊 我儿子子萌结婚了是吗 对啊 好 来 孩子 请坐吧 我来的路上买了些菜和油 我放这儿了吧 爸 这东西不健康 以后不能吃了啊 爸 您坐呀 好 好 爸 您这刚到家先熟悉一下环境 有什么需要的 你就告诉我 回头都给你添置上 谢谢 不用 不用 这十七年 你模样都没怎么变呢 你以前认识我吗 爸 你不记得我了 小学的时候 我跟子萌是同桌 葛姐 你是葛 葛大杰的女儿 对 我爸是葛大杰 您的案子就是我爸办的 您不会恨他吧 不 我不恨 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 我们应该理解法律 也应该理解法律的缺陷呢 葛对 不 葛局长的女儿 嫁给了我的儿子子萌 爸 我打小就喜欢子萌 这些年来我们都一直是关心着过来的 孩子 子萌多亏了你啊 你父亲他好吗 还好 还是那个脾气 不过爸 您放心 这个案子 他知道是你蒙了冤 他一定会来给你道歉的 给我道歉 那一定的 不用了 你看 他当时也是在执行公务 何况 现在我们不是已经成了儿女亲家吗 不怪他 不怪他 你看 你嫁给子萌 也跟着受苦了吧 不苦 爸 谁叫我爱他呢 爸 你这刚出来 重要的是把身体养好 等你恢复好了 我还想请你帮个忙呢 我能给你帮什么忙呢 爸 你也知道 子萌打小受了那么多挫折 他不能完全地融入到正常的家庭生活当中 我们结婚这几个月吧 关系一直僵着 我明白了 孩子啊 这个还真不能怪子萌啊 因为他从小不在我的身边 你放心 我会好好地教育他 让他好好地跟你过日子好吗 那真是太好了 对了 爸 子萌不知道我来 你先别告诉他行吗 好的 我答应你 等奶奶的后事办完了 咱们全家一起吃个团圆饭吧 那 好的 好的 哥青啊 你回家以后告诉你父亲 这件事情他不用放在心上 真的不怪他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错 爸 您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 这话我一定带到 今天我就不打扰您了 下次我跟子萌一块来看你 好的 孩子 好的好的 爸 那我走了 慢走 孩子啊 这个我帮你扔了啊 以后不吃这个了 咱 慢走 慢走 孩子啊 爸 我走了 一个杀人犯的儿子 娶了警察局长的女儿 也太戏剧话了吧 我走了 苏彤 她回来了 她离开了十七年 现在突然又出现在我的身份里 哎 在恨了她十七年以后 突然告诉我 她是我的父亲 我得爱她 可是这怎么可能 我看着她那张面孔 我找不到我和她的一点灵气 虽然我也相信那件事情 不是她干的 可看到她我除了陌生还是陌生 在医院 那天 当我接触到她手的那一刹那 我控制不住地想甩开 我接受不了 可是 可是当我看到她可怜的样子 我又觉得难过 邹董 你说我该怎么办 嘿 喂 怎么 你可算接电话了 你在哪儿呢 有事吗 男大的后事我都安排好了 活葬场也联系好了 你辛苦了 爸出来了 怎么应该为他做点什么 他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 出来了 咱们可得好好地孝顺他 咱们把爸接过来 喊上姥姥一起 全家一块吃个团圆饭吧 贵晴 他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你以后不要管 明白吗 妈 贵晴啊 我在你家楼下呢 我马上下去 妈 贵晴 妈 你怎么来了 子萌他爸放出来了 子萌现在对你怎么样 挺好的 妈 刚才我们还商量 说喊上他爸和他姥姥 全家一块吃个团圆饭呢 真的呀 那就好 我还想呢 你俩今后能不能一块过日子 就看这一回了 要是到现在 他还不把你当家人看 你俩以后也就没希望了 妈 你就放心我吧 怎么对我挺好的 我爸怎么样啊 最近一直都不爱说话 沉默得很 你想啊 这许志毅突然晃出来了 你爸得是什么心情啊 行啊 你好就行了 妈 你不用管我 照顾好我爸 子萌他爸说了 不会追究我爸责任的 事实证明 是我爸做错了 这回他该接受子萌了吧 谁是你妈 谁是你妈 你给我滚 滚 滚 妈 我不是杀人犯 你可以不相信我 但是你不能不相信法院 对我的重新审判吧 能让法院有勇气 承认是对我的错判 是足以证明 我是清白的妈 我没杀人 我真的 你是清白的 我闺女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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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自己死的 你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妈 你当然说你不知道了 你当然说你不知道了 我闺女还不承认 还花钱买关系弄出来 来吧 我就在这儿害我吧 杀吧 杀吧 妈 我 你快杀啊 妈 我门死了 你干嘛呢 妈 你看 竟然就这样出来了 我就听个杀人犯 你就这么出来了 妈 妈 我不是你听 你先走吧 改天我看你去 怎么 本来面的精误 谁不容易 可怎么办 你能说什么 你都发不出来 我总是没有 怎的 我听得有什么 不是我 你会有什么 那你 我会在这儿 你赶紧 有什么 不出来 微信 要是 很稍微 你 子萌 快进来呀 子萌 快进来 孩子 你姥姥她没事了吧 你看 我们在自己的家里 干嘛站着说话 坐下吧 我去给你烧水 不用了 坐吧 我不喝烧的水 好 这儿还缺什么吗 不缺 这儿挺好的 这卡你拿着 密码是六个一 工资不够的话 就从这上面去吧 不用子萌 你看 在里面这么多年 我都忘了该怎么用钱了 我还是先适应适应外面的环境 你看现在就我们父子俩 我想问问 这十七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我知道这十七年 你一定受了很多的委屈 你放心 子萌 爸爸现在出来了 爸爸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 把你这十七年缺失的父爱 给补偿 不必了 我哪句话说错了吗 知道 我知道 爸爸现在这个样子 对你没什么帮助 有什么打算 不知道 不知道 我现在已经五十五岁了 除了写作 我还能干什么呢 我看这样吧 你就安心养老 回头再找人给你找个老伴 你们就要 怎么 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爸爸现在虽然这个样子 但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望你和你姥姥 能过得幸福 踏实 安逸 自在 要不怎么能对得起你 去世的母亲 别提我妈妈 别提我妈妈 还有我姥姥那儿 以后也不要去了 她没办法接受你 你们以后各个各的吧 好 对了 自莫 真没想到 你已经结婚了是吗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看 这一切要是和我都没关系的话 你的人生和今天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知道 这一切都因为 你有这么一个爸爸 但你身上毕竟流着我的血 有些话 我还必须要说 虽然 你和葛大杰的女儿 可勤结婚 但我感觉到你并不爱她 我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原因 但无论你自己有什么心结 或是理由 你千万不可以称道负责 见过她 我不仅见她 我还会去见她的父亲 葛大杰 我走了 等等 我知道你不爱提这些 那好 子墨 作为父亲 我真的亏欠了你很多 但这是我在监狱里十七年的手稿碎笔 这是爸爸和那些犯人邻居里的接触 其实 我也是个犯人 这些东西 对你今后的写作应该会有帮助的 拿去吧 我不需要了 我的写作 只来自一个原本阳光向上的小男孩 在她十岁的那年 她亲眼看见她的父亲 被当作杀害她母亲的凶手 被警察抓走 从此 她在黑暗中过了十七年 走 其他俩 集团 很病 谢谢 谢谢 儿子呢 他出去了 不在家 老陈 我跟你说个事 这个案子暂时就这样了 是我当年没有办好 责任是我的 不 局长 您千万别这么说 您上次对我的批评和责问都是对的 要不是我藏起了那个指纹鉴定 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这个 上面让局里写一个报告 总结一下这个案子的教训 指纹的事我不能隐瞒 但是 这有一个认识水平的问题 你也犯下了一个错误 等这件事情结束以后 局党委会酌情给你一个处分 你要不要多想 我刚才说了 责任是我的 不 局长 您可以包揽一切 但是您不要替我担待着 因为这个事是我做的 如果凶手真是别人的话 你听我说 老陈 没有别人 我现在让曙光还在继续调查 调查很长时间了 但是没有结果 我认定这个案子就是他干的 只是我们当初做的工作不细 让他逃脱了 老陈 什么都不要想 在家安安心心的养花吧 你听我的 好 我挺局长的 好 我挺局长的 你甚至于是 Anything 你干吗 你干吗 我 乖 各位好 您可以请 您长好 您可以请 各位你好 请问是剪发还是长发 我 我这么短的头发 好 那帮您长两个颜色可以吗 好 还等了 还等了 有人在家吗 谁啊 好 你好 你 你找谁啊 我是许子萌的父亲 许志毅 许 许 许子萌的爸爸 哦 你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您是葛晴的母亲是吧 我今天来啊 是特意向您和葛局长表示感谢的 您看 您们把这么好个女儿 嫁给了我的儿子 葛晴这孩子啊 真的是太优秀了 他不仅孝顺 而且 还非常的勤快 你看 不要不要不要 你先回去吧 有什么事啊 咱们改日再说啊 你先回去 谁啊 葛局长 你好 我们好久不见了 你怎么来了 葛局长 我今天是以许子萌父亲的身份 来向你表示感谢的 您放心 我不会因为 我们这一代人的那些所谓恩恩怨怨 影响到孩子们未来的生活和幸福 您请回吧 虽然 现在你我有很悬殊的身份 可我们毕竟已经是亲家了 谁是你亲家 请回吧 葛局长 又是我们作为长辈 总是希望孩子们的婚姻好和 如骨色色 你说这个人 怎么这么不知眉眼高低 还吵到这儿来了 都是你那闺女惹的祸 我得上班去 我得上班去 你先别去上班了啊 我凭什么不上班 碰上了不好 先回屋 好 王主角 坐 好了 都到齐了 开会吧 今天的议题就一件事 就是许致益案件的遗留问题 案子好揪 可遗留问题怎么办 比如追责问题 我不说 你们也知道 社会上舆论汹汹 要求处理当年 案件成败人的呼声很高 群众的要求是正当的 一个无辜的人 做了十七年的冤狱 不追责怎么行 葛大杰同志 抱歉我这样说 在座的 和当年案件有直接关系的 只有你一个人啊 你首先表个态吧 王书记 我纠正一下 您的说法 法院是本着 一罪从无的精神 判许致益无罪的 但我认为 现在还不能认定 许致益就不是罪犯 你这个人啊 就是将 说吧 对追责 你们公安打算怎么办 我服从组织决定 该给什么处分 就给什么处分 如果发现我违法 就逮捕我 许致益出来了 他耗子里的铺位还留着呢 我去补上 正好 你啊 吃亏就吃亏在脾气上 你以为我们开这个会是为了整你吗 咱们不是在做善后工作吗 不管过去有什么历史原因 错了就是错了 错了就要认错了 就要道歉 我的意见 马上启动国家赔偿机制 给许致益补偿 公检法公开向许致益道歉 同意吗 我们法院没有意见 毕竟这案子是我们判的 我们检察院也没意见 当时的人都退休了 但是我能代表检察院 向许致益公开道歉 葛局长 你们公安呢 不到 葛大姐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你们可以撤了我 但是让我道歉 我不会的 你办了错案 还有理了 是不是错案还两说着呢 如果说是错案 那只是我们办案不严谨 留下了瑕疵 如果因为这个道歉 我可以道 但是我向法律道歉 我向组织道歉 向许致益 门都没有 法律已经判他无罪了呀 那只是一罪从无 是因为我没能用证据证死他 我现在仍然认为 这个案子就是他干的 不管怎么说 法律判他无罪了 那他就是无罪了 葛局长 你必须代表公安局 当面向他道歉 不到 葛大姐 葛大姐同志 这个歉 恐怕不到是不行的 你要服从大局 在没有确凿的证据 证明他确实不是凶手之前 我绝不会道歉 你 对了 你们局里的报告我看了 不是有个重要的证据 被刑事技术的给隐瞒了吗 说起来 对行程这个错案有重大责任 王书记 您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案子是我办的 和任何人没有关系 葛大姐 你怎么不明白呢 不管怎么说 法律进行了裁决 这是个错案 这起错案的发生 我们也是有责任的 老哥 老哥 咱这是代表法律道歉 跟你本人没关系啊 葛局 您就服从大局呗 如果我坚持不道歉 如果我坚持不道歉 那只有请别人道了 好 子萌 你是来找我的吗 上次我奶奶住院 你跟陈说 一定花了不少钱吧 多少钱 你把账号发给我 我转给你 不用了 她是我奶奶 你们没有这个义务 发给我吧 回头转给你 你就为这个事 专程跑一趟啊 打个电话不就得了 是 不是 是我多此一举了 我走了 哎 子萌 你 你父亲 你们相处得还好吗 总统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十七年 她走了十七年 我当她死了十七年 我以为我的生活里面 跟她没有任何关系 但她现在出现了 她突然间就坐在那儿 我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该做什么 我甚至连她说话我都觉得 我会生起鸡皮疙瘩你知道吗 总统 你能帮帮我吗 你们需要给对方一些时间 子萌 不管怎么说 她是你父亲 十七年太漫长了 她现在完全跟这个社会是脱节的 你要帮她子萌 她们 相信我 慢慢地 一切都会好的 但愿吧 那我 我先走了 总统 谢谢 总统 嗨 秦爷 怎么了秦爷 你说我们家这可怎么办呢 上面吧 让你葛叔叔道歉 可你葛叔叔这杠头 就是不肯道这个歉 我真担心啊 上面会因为这件事处理她 彤彤 你秦爷的意思 是想让你去劝劝你葛叔叔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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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说什么呀 左童 你看 这曙光吧 不在家 我的话他又不听 我只能来找你 你葛叔叔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 别灵了灵了的 再背上个处分 彤彤 阿姨求求你了 你就去劝劝她吧 好 我试试 别哭了 喬目 好兄弟 天啊瓜 我不走 我不走 我不离开我了 我不走 我不走 妈妈 我是许子萌的父亲 许志一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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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们好久不见了 不管 过去有什么历史原因 错了就是错了 错了就要认错 就要道歉 大姐 奏童看你来了 葛叔叔 你来干什么 你要是来劝我道歉 你就回去吧 葛叔叔 不管怎么说 现在法院做出了判决 许志一是无辜的 要不然我陪着您 咱们一块去许志一家 给他道个歉 我为什么给他道歉 只怪我当初工作做得不细 留下了瑕疵 让他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让我向他低头 门都没有 又是让您给谁低头 可是现在证明 许志一案真的是个错案 那我也不道歉 大姐 你道个歉能怎么样啊 你勤勤恳恳地工作了一辈子 别到老了老了再背个处分 背就背 背我也不道歉 两位 真对不起 我们这儿呢 也没有对上 我们这儿的DNA呢 是供研究所用的 样本呢 本来就很少 行 谢谢您 不客气 不客气 再见 辛苦了 不客气 不客气 慢走啊 要么就是没那人 要么这个人就根本就没犯过案了 可是没犯过案的人 下手怎么会这么狠啊 队长 没准当时他真的只是个嫖客 那个政府就是许志一伪造 都找过了 回去交差吧 这些日子算白跑了 没白跑 起码我们穷尽了一切可能 刘 我当警察越久 越觉得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有的时候你穷尽了一切可能 可案子就是破不了 没办法 你得承认人的妙想 原来的案子 我的印象里 就是葛局长和我父亲 没穷尽一切可能 彭志 你们那个样本 可以再给我对比一下吗 你 不行啊 不行算了 小姑娘 我有名字 我叫夏宇 夏宇 有个演员也叫夏宇啊 对 不是那个宇 那是哪个宇啊 说了你也不知道 行 我没文化 小姑娘 我叫夏宇 好 夏宇 是大晴天的下了雨 你是搞基因研究的 跟我过来吧 队长 刚才主任跟咱说话的时候 人家姑娘一直在旁边听着呢 别鼓着鼓着呢 鞭炮小声大 人都说了叫夏宇 夏宇 旅行 腥 低 毕